棒鞋接手了東京奧運棒球五場一 最終資格賽的國家隊組訓 下午是緊急召開了選訊委員會 來視訊會議 產生了三十六名代表隊名單 雖然是應九月下旬的U23世界盃 以及年底的雅錦賽為主體 但是也有七位旅外球員 接下來將個別徵詢參賽意願 才能夠正式確認名單 只剩下二十幾天 要組成國家隊並進行短期訓練 難度不小 但棒鞋二十七號緊急召開選訊委員會議 確認代表隊三十六人大名單 以U23和雅錦賽選手為主體 以業餘球員為主體 不過三十六人中 包括七名旅外球員 沒有列管球員 至於教練團 已有吳復蓮等四名教練願意加入 棒鞋表示一一徵詢球員意願後 才能正式確認代表隊名單 希望下週一打疫苗 下週三在臺東體中展開集訓 而國內疫情三級警戒如何訓練 體育署已向指揮中心提出泡泡模式 吳思賢指出確實擔心疫情 而且時間緊迫更要特別注意防疫 目前就是先組隊集訓 再看WBSC及墨西哥提出來的泡泡模式 再決定是否出去比 記者林曉輝 沈志明台北報導 叫我們下 chama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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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